在烈日之下,中文大学百万大道闯满参与百科的学生 在穿着白色衫挂上黄丝带的人群当中 也有身穿校服的中学生,放了学就来支持百科行动 就读中六的张同学,连爸爸都身体力行,一起到场支持百科 张同学说,希望为争取真普选,尽一分力 现在我也是想争取一个真正的普选 现在也看到之前,七日游戏都没什么用 所以也是要将行动去升级 学校出了封家长讯,立场是不反对,不推动 所以学校只要遞了讯,就可以罢了 另外,中学生联校正改关注组,也鼓励有心支持的同学 集合一起行上百万大道 参与的吴同学和张同学都是读中六 他们都觉得,放了学之后,参与白科不会影响学业 你问我们中学生会不会真的罢了白科 可能一两天,或者出了来公民广场听书会不会影响课程 我觉得不会,因为中学生始终已经成熟了 已经有一个很自主的学习能力 我认为一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进程 我认为时间分配是自己分配的 可能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去搞一些公民的运动 有些人会选择用课外的时间去想课外活动 这是我们的选择,但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上科 中学生联校正改关注组成员周卓桥就认为 中学生的参与都有一定作用 我觉得作用都很大,因为作为中学生可能来到 会给到人家一个感觉就是 中学生就算他们再多的压力成本再高 他们都会愿意去尝试付出 他又说,现在已经集合超过30名中学生参与 反应比预期好